所以要真的能够如是一年之间 每天二六十钟都能够这样子如实 这样子不断的发心 回光返照 虽然你卫正你也能够体会到 这个大决心体 它真正叫做无法不照 因为你一定能够明白 哪一个念头起初不是决心现前的 你虽然还没有说真正正到决心的角度上 去看一切感觉 但你最少能够在一切感觉里面 已经感觉到都已经能够知道 都是决心的作用了 这个在中门就叫见机 水边临下机变多 芳草离皮见野魔 重视深山更深处 聊天鼻孔 整长它 为什么聊天鼻孔整长它 牛鼻子是呼吸的 所以你看 但看到有呼吸 你就知道它就在那里 任何感觉就是大决体中的根本的呼吸处 任何只要有呼吸处 你就知道决心就在那里 这也是中门讲的隔一堵墙 看到有脚就知道有牛 虽然心中已经不知道是决心 隔着那一堵心中无名的大墙 可是毕竟是行者 念念已然回家念念观察决心了 只要有任何的现前的念头现前处 不就是决心随缘的触角现前处吗 任何的感受现前处都是触角现前处 那个触角现前处你就知道 决心就在那里 当你明白决心就在那里时 你所有的思维作用已经不一样了 你的所有的一切 过去夜感的这种心中的势力 是已经开始倒流了 就已经倒流了 从倒流之中 你将来才有可能说 出一文中入流亡索 你现在都还没有感觉到任何念头之中 水倒流 你都还没有用到这种心境 你将来什么时候成就 所以你当然知道那一切感受中 都是什么大决心体 无法不照 哪一个不是决 无忧不足 足就是烛光的竹 没有忧不足 一切忧万当下 哪个不是大决的现前处 知道是大决时 那还叫幽暗吗 像叫幽暗呢 你明白幽暗的 那绝对不叫幽暗 你为什么明白幽暗 你很光明吗 不是吗 所以他能够照破幽暗 因为你那个决心的光明 能照破幽暗 你明白幽暗出去 就不是幽暗的业力了 叫照破幽暗 这才叫做真正安主致敬 所以要是真正行者 念念之间 真的如实的这样子 发心归原 只要是真发心人 你总有一天 你会真正能够从身转手 总有一天 你能够找到自信 你能找到自信 才叫什么 才要真正开始抓到消息 才叫真正开始 将来生中 生生世世 你不再疑惑了 什么是三图 你被决的感受的视力 就是三图 你现在在任何感觉 虽然未正决体 但任何感觉之中 你已经不是三图业力了 你任何感觉里面 你是看到决心的作用了 你再也不是感觉上面的视力了 就不是三图业力了 这个人我保证你 虽然没有明心见性 将来必还人间 来圆满菩提 一定人间天上 这还保证你不堕三图 假如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念头 你就随着那个念头的感觉 一直在那边延伸 甚至于有人还有什么 还有起床气 起床就不高兴 你就告诉他 忍者 三图你绝对有份 你还起床气 当下都不知道 一切知觉 周固失望 随着那个心中的气氛 咳嘴 所以这里面就让你能够懂得开始真正的发心 懂到这一念心是一切事件法中你才能够善用 所以或许有的人认为说 世自然讲的这些法师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就是 既然讲到心性 所以有些很多事件上的一些求法 比如说求什么护法那些 就是不必要了 再有求护法什么样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在我讲的可能就是外道 错 你越明白心经理才越会求了 那是那个时候的求跟你过去求的发心不一样 假如有任何的心里面或者是现在环境的障碍 我想要求诸佛菩萨求护法来庇佑 那你现在的那个念头只是那种委屈等的力量来拔击 但你在这个等的力量来拔击时 你都能够想到说 假如心赤诚真的会有所转变 心赤诚有所转变 但是这种心赤诚太难太难了 因为这种心赤诚已经叫做委屈项目 委屈项真的达到心赤诚 那赤诚也是委屈 你站在委屈项目中就看不到你心中的任何转变 心气都不能转变 那环境的因缘就不能变 环境的一切因缘不能变 运势就不能变 因为你就在上面运 叫运气叫运势 就还在那边运动 那你怎么能变 但就在这么难中 你还有一些众生知道要真正心赤诚 真正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你会发现 那不是一百个人 不是一百个人都有 一百个人搞不好只有零点零零几个了 才会有灵验的 不是菩萨不慈悲 也是你用错了发心 所以当你真正知道那个发心时 那一样求护法 因为你那个时候所谓的心赤诚是知道 原来弟子一定坐在过去的夜感的心中的气氛 所有才如是朝如是的种种的困难 困难先前 今天在这个困难里面我应该更明白过去造的夜里 所以我要在诸佛菩萨面前真正懂得 依止圣人来变化淘汰过去的夜感 所以我求十方诸佛 跟一切护法加倍弟子 念弟子念念之间面对佛时 让我心里面能够融入诸佛智慧 能够真正潜移默化 让弟子心中都有圣人的种种智慧 因为我相信我但有一面圣人的智慧 现在的烦情的厄运就能够转环 他转环之时就不是说运气一定要变 他不变心也转环 不变 就是恶难还在困难还在 可是在他的心中 却拿他的困难变成了心中智慧的真伤 同样的世间的法中的困难 对他来讲不见得叫做难 那这个他有没有在求 有 有没有求护法 他比你会求 十方护法加倍于我 但是这个求处是明明白白 只了担当 知道那个决心的变化 因为他明白决心的作用 因为明白决心的作用 所以我在赤诚恳求时 也是发明绝照中的更加的坚定 恳求处就是坚定决心时 绝照处 因为坚定绝照 所以你每当你所面对的那个目的 才能跟你相接 这个地方就有点类似我讲的那个 宋判判官 当机就能立判 这个当机立判宋判 那要你听 你懂得会求 什么叫会求 你要懂得用十方的力量加倍于我 所以你才能够会什么 内外谈你都知道 所以内谈 昨天没讲清楚 还有供天 天德威德 那决心献前处就是 诸天吗 决心无相 献前处就是世间 献前处的世间时就是一大献前处 一大者天也 从这个一大的天德之中 你会发现 他就从决心入世的种种变化 所有才 所以才会有了无色界 色界 欲界 决心献出 最初献出的色 是什么 是无色 无色就是色了 已然是色了 因为你觉得献出色 那就是无色 决心本来非常懂色 那就是无色界 这也就是内言经讲 绝海虚空起 娑婆 一也浪流 就开始了 就开始我向下流出 流润 决心流润 从无色之中 决心本来非色 所以它限了一个无色 那色其实已经色 本来非色 它是在哪里说 一定叫会限色 决心一定能够随一切因缘 限出种种觉 一定会限色 所以才说无色 所以无色一定是因为它会限色 所以在无色当下 你看到就是色 就近处 色就近处就是大自在天 那一切行者 你将来要登圣道之时 你不见得一定要到无色界 你直接就在色界顶上 就正阿罗汉了 因为色界顶上 你就能够正无色 心中的超越 你不必一定要 还要在色中再去到无色 能限色处 就是无色处 色不限色 能片限一切色处 就是无色 就好像镜子能限一切色处 镜子无色 你不必在能限一切色处 还要再找一个无色 多余 所以那色界顶 它就出去 就能正阿罗汉了 那既然叫色 能够 它就明白一些色时 那就随着一切缘起的种种 这个色 然后深入一些色中的变化 色中的变化就是有什么了 有情有境界 情境现前 情境现前就是什么 就是欲界 当你能够看到情境现前时 明明是你决心知道色 当情境现前时 你是抓着情境说绝了 对吧 抓着情境说绝 抓着情境说绝叫做他化 依他化说绝 叫他化自在 明明你知道他化的还是绝 可是你全部都以为是他了 是他化 然后在他化之中 你就随着这个他化 然后深入这种种变化 就乐变化 就在乐变化之中 你能够在每一个变化里面 能够启程 启程之鉴 启程世心 每一个是再黑再白 都能够清清楚楚 就是知足 知足天就都率天 就知足天 就知足 你发现这天界不就这样来的吗 所以内坛里面都还要知道 这些天中的功德 天中的威德 那你知道这些威德 你回过头来再看到这些威德时 行者看到这些天上的种种作用 威德时 是在什么 是明白这些作用 当下是更明白决心吗 过去在决心一定能陷入是作用 但你在作用之忘记的决心 就流散在诸区 将来回头的时候 怎么找见决心 就是明白这些 统领如是作用时 就是决心陷前处 所以身坐在哪里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 统领一切威德时 就是佛性显现处 因为佛性无体无相 但你统领一切威德时 就是佛性 阿弥陀佛也无形无相 无形无状 你不要在哪里说 无量光无量寿 那你要怎么样证得 阿弥陀佛 所以叫三圣 左右邪式 你念的之间 要供养观音 供养大师智 你将来证的就是阿弥陀 道的就是西方 你念的是无量光的名字 但你也体会的是什么 什么是无量光 一切念头现前处 哪个不是无量光的 统体流出 统体流出 叫做大悲 供养观音 因为你在潜在意识 已经知道无量光了 所以你当然就能够担当 一切感受现前处 都知道就是这个 绝体的统体流出向 你供养的是观音 就类似刚刚讲的 一切智觉 周固十方 你供养的是观音 于是在这一种念头上面 念念至诚 念念肯切 叫适智 念念不违背 念念观察 叫适智 所以一念之中 是念念在一切感受之中 念念之道 就是绝体的无量光中的 统体流出 那一念就是念念之间 如是赤诚 如是肯切 如是坚定 如是决定 就是大适智 你只要这两个心 念念在行者心中 能够成就如实的智慧 你将来证的 就是 阿弥陀 就是阿弥陀 这以前好像讲过两三次 现在有些菩萨来 反正已经拖了那么多了 多绕一天 无所谓 反正将来会网路上 可以听 也可以听 绕完了 甚至不想听 到网路上听好了 我讲过不是有经典说 将来西方教主 观世音菩萨做吗 真的经文就这样写的 那不懂的人就说呢 将来阿弥陀佛要退位的 观世音菩萨就要做阿弥陀佛了 你封神榜啊 你看多太多民间故事了 讲到经文 你要念念消归自信嘛 所以你要在自信上面 他这一句话就是告诉行者 你将来真正照见阿弥陀佛 是谁做的 就在你现在 能够明白一切万念 都是大觉同体 你将来才能证得无量光嘛 你将来证得的那个无量光 都是从最初知道同体开始做的 叫观世音菩萨做 所以文书都讲非为观世音啊 我意从中正的 大智都是从同体开始下手的 一切娑婆众生 讲到为什么观世音与娑婆众生 有大因缘 因为仔细思维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 从大智 你知道那个大智 你知道那个大智是这个名字 你没有现前的观型啊 你知道大行 大行你知道行的 那现前如何行持呢 你知道大悦 你也懂得如何拔记众生了 你要念你之间要倒归众生 同归绝海了 但你在哪里下手呢 就是同体上下手 那就是每一个念头你要知道 每一个念头叫众生 其实它就是绝 倒归众生归绝海 每一个念头现前处 你能看到就是绝体的现前处 就是供养普贤 每一个念头现前处 其实就是大绝体中的根本的光明的智体现前处 供养文书 所以四大菩萨只有观音现女像 踩在龙身上 女这就是玉花 能为一切行人做现在的玉花像 踩在龙上 龙就是一切行云不云 就是一切感受的片不出 你能够在这个统体上上去参 叫做一切智觉 周固十方 就是用到统体嘛 怎么周固 你要在一切念头知道是绝嘛 你供养的就是无量光 你将来必去极乐世界 这是经文 经文是贯穿的意思 假如你解读对了 你会在心里面找到方向 你会觉得都有信心 你解读错了 那经文就变成你 读不读无所谓嘛 他只是告诉你将来世界 阿弥陀佛要退位了 这个观世音菩萨要上去了 你都会觉得 不需要投票吗 那边还那么不民主吗 对不对 那叫无聊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 要是你逆你之间 在读经或者是在判经时 你念念文字不消归自信啊 你不过就是在消文了 解释国文 国文而已 那不是大法 那就不是大教 所以讲到最后 你基督教那外道就说 不用出家 我讲的跟你差不多 卖药的讲的跟你差不多 只要会讲都会讲的跟你差不多 基督教讲的差不多 反正都是一个神明来接 你知道成心神明就会来接你了 那基督比你快 因为你看到了佛教团体里面 到处都是逼迫烦恼 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 道场都是红炉 你看到那个教会多高兴啊 吃的甚高 吃的喝的甚水 唱的甚歌 天天这么快乐 所以他觉得耶稣来的一定比较快 要是大教都讲成这样的 当然人家就会就这种迷信啊 失去信心啊 这谁来的快跟你没关系 再有任何的来的快 表示你决心暗昧 你期待人能越来 能够让你觉得来的快处 就是你自甘众生向众处 自甘众生向 什么叫自甘众生向 名字叫做自甘众生向 事实上在心性上就是什么 自必绝民 跟你讲圣人的目的 是让你起身绝招 你的决心之中 自然之中能够成就如是圣像 这是一绝应绝 所以讲前人 礼记前人 是因为他懂得在决心之中 潜移默化 让你心中有如实成就 这种礼记就不是迷信 那是必尽成就 这种叫做决心 将来你成就处 你在你的智慧处 你才能够真正处处 每一个念头当下 再也不受流转 假如不是你只是别人 在拔击你 在安慰你 你只要有一天 突然感觉到 那个大手不在你旁边 那个大手没有再摸着你的头 你就会觉得委屈痛苦 那是众神像就是如此 所以真的要是有 真的要是民间信仰 那种说法是大法的话 那个连心理学都讲不过去 你知道吗 那个大手一直每天安抚你的 那个大手 让你觉得抓着那个大手 你就有一个天国 有一个安稳处可去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 如同吸毒 就是吸毒 突然有一天 你看不到大手时 你再也抓不到那种感觉时 你就是极可怜人 极度可怜人 所以那都不是大教 都不是大教 所以这里面叫做 民先修三摩波体 中修禅纳 后修舍摩他 后修舍摩他 再看 若诸菩萨以变化力 方便作用 致敬其灭 二具随顺 若诸菩萨在这个法体正化 这个时候的变化力 就是法体正化 根本大觉心体的法体正化 然后力骗机遗 你知道那个变化力了 是根本讲到觉体的正化 所以那个力量 正化的力量 它能够骗一切机遗的 力骗机遗 那叫方便作用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种种的造作 那叫力骗机遗 那叫方便作用 但这个方便作用里面 同时这个作用当下 就是根本心中的法体 本来的一体的亲民 所以他当然同时现前处 在这个作用担当处 他当然明白什么 明白致敬 从来不会 从来不会遗失 在变化之中不会遗失 根本心中的沉民 如果是要遗失 根本沉民 他就不可能懂得 什么叫做力骗机遗 他就不能够成就变化 你还要跺在任何的感受里面 叫做不敬 跺在任何感受的质体上 叫不敬 不敬当下 不安静的敬 不敬当下 就根本不能够成就变化 你力骗机遗处 就是什么 致敬相 当你力骗机遗处 就是致敬相 致敬相又是力骗机遗处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在话语上面 在心里的智慧上 像中好像有如是 是力骗机遗处 就是致敬 事实上 你力骗机遗处 就是致敬 表示你不住力骗机遗 你的致敬处 就是力骗机遗处 所以表示你不住致敬 那你到底在哪里 积灭吗 但你看到这个 致敬积灭 是在哪里看到 是在你力骗机遗 方便作用上看 所以他自然就能看到 事实上 极灭 致敬 二聚随身 同时起来 你能够相信 智慧之中 就是这样子 你在变化之中 那有的时候是同时起 当下能够知道 那就是当下的 致敬跟极灭出 二聚随身 所以这个致敬 竟是近乃动民 清清楚楚的动民 灭是性极 灭是看到性中的极 静是因为一切法中的动民 动民清清楚楚 叫做静 灭是性中的根本极然 无作的极然 叫做极灭 动民是弃真 动民是弃真灭之理 动民它是真正弃真灭之理 真灭就是 为什么叫真灭 因为动民刚刚讲到 动民一定要是在真体的根本无作上 才能动民 假里真的有作 那个就不叫动民 有作就叫做攀缘 但有攀缘就随缘气流转 你为什么能够照现一切缘 能够明白一切缘起的 它一定不会 不是种种攀缘 现前处它能够显现一切缘 显现一切缘处 你仔细思维 它是一点攀缘的 造作都无 才能显现 但有一丝攀缘的造作 你根本就失去一切缘法 你根本不但能够 不但你失去清明 你还暗仗了一切缘起 所以这才是大教里面常常讲的 信空缘起 缘起信空 也是平常用到其他的那些文字之中讲的道理 能骗处 就像普贤叫骗吉 你能够骗处就表示你处处不住 不住你才能骗 所以讲骗不必再跟你说不住了 讲到骗你就知道不住 要是有助就不能骗 所以骗吉那叫大行啊 当然叫大行 那一切法中能骗那是大行啊 你要是坐在一个感受你就不能骗 所以同样的 动明就是骗明处 动明就是一切法中大明处 那大明处一定是什么 真气 是真气真灭之力 那已经懂不到那个真灭 是清清楚的真灭 信吉乃应本静之静 本静的之静 静节的静 本来安静的静节的 印本静本来安静的静节 信吉乃应本静之静 信吉在哪里说静 你怎么知道如实的信中的静灭 你是念念印在 本来成名安自静的静节里的 因为这个自静之中告诉你 根本它根本不跺在任何造作上 但是这个不跺在任何造作上的 根本心中的无作要印在如实 根本不跺在任何造作上面的大明 你才能够体会那个信中的根本的静灭 因为这里面所讲的这一切 就是让你体会那就是一体的作用 一体的作用 从一体中根本无作无为的静灭之中 能够现出一体的变化 在一体的变化里面 那才能够体会那一体正在变化当前的致敬 或者是你在一体根本无为的静灭之中 你看到就是一体无为之中根本的成名 因为一体无为的根本的成名 所以它现前担当的就是在这一体之中的 所有一切随缘的变化 为什么不断的这样子 反复这样子去不断的去变息 这叫变因嘛 你变心的目的就是让你去体会决心嘛 叫变因啊 这一章叫变因菩萨 你要不是这样子变因 你将来就根本不可能知道决心在哪里 所以要是说讲经 要是我也随便带过 菩萨以变化力利用方便作用 致敬极灭而去随顺 你们要变化力 方便作用以后 致敬跟极灭 它两个就一起起来了 两个你就随顺致敬跟极灭 就这样讲过去了 这我也没再跟你们变 我讲的不变 你心里也不跟着我变 那还叫讲变因菩萨状吗 那就没意义啊 讲完以后对你来讲 一点用处都无 或许我这样讲比较啰嗦 但大家听起来或许会非常 压力太大 气氛太沉闷 虽然我讲了可以请假没关系 因为网络上都有 你们真不能请 老纳还是凡夫 真的剩我一个人 我选择八课 我也八课 有一两个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人请了 转着弯骂人 转弯骂人的 被骂得自己知道 我讲到哪里去了 这叫水水 你要是真正体会的 你才能够在这懂得叫做变因 体会那个变 心中的变血 不然怎么叫做变了 就在这上面去变 所以在这个此菩萨者 刚刚讲到性极乃应本境之境 这性极就是在应这本境 本来安静的境界 本境之境 境就是变化 本境就是能起变化的 根本心中的至境 所以每一句话之中 你都要什么 随举一句 你倒把这个信中的 这个圆如是三 圆如是信三 那体会 所以古德讲 如来藏中法性之体 如来藏中的法性之体 从本以来性自满足 这个如来藏的法性之体 性自满足 为什么满足 你绝不满足 也是觉得满足 绝满足 也是觉得满足 满足不满足是像 能够让你知道不满足 那不是决心的满足吗 假如决心不满足 你怎么知道 假如决心不满足 你怎么知道不满足 一定那个不满足 一定要决心很满足的 告诉你不满足 所以你才能够受 不满足这么满足的业力 听得懂吗 哪里不满足 那都是决心的满足 所以他除染不够 除在染中 他从来不够 见黑他从来不是黑 知黑他如何见黑 从决入决 一定能够染 没有染那怎么叫决呢 习一定要眼前都是习啊 怒一定要能够现出 种种怒啊 他不现叫做决吗 你说我已经证得决了 形容哀乐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木头 所以古德开悟以后 形容哀乐一样 只是他在告诉行者 他不是告诉凡夫 告诉行者 以后任何喜诺哀乐 你是站在决心上 看喜诺哀乐 喜诺哀乐没有过咎 你要是贝利决心 说喜诺哀乐 喜诺哀乐都叫流转 所以有的古德开悟以后 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你说行者你还有这个 这个又何妨 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境界 他们境界 他们念念转在决心上 他哭完就是向尔 我们哭都是冻到心气 怎么会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本以来 性自满足 出染不够 修制不尽 修制他 他不清净 想要有一个法师 你修制他能清净 那这叫做二法 过去有染 现在修制故得到清净 那这就叫做无常 只要是无常中设的 那现在所修的清净 将来总有一天 还会堕在流转中 那根本不是修制得来的清净 是你过去不认 所以你才能够 唤起的染污 所以现在所谓的修制 只是要你回头去认 在方便去认识 因为在认的这个过程之中 有违背现在众生 当下过去习惯的 这种业行 因为有违背于他 所以他觉得这里面 就有很大的挣扎 要很大的心力 要很大的决定心 所以仿佛好像有修制 好像有这种作用 那这样的挣扎 这样的决定心 都是空拳狂小二 你的挣扎决定心 就是告诉自己 在任何感受之中 我再也不要背离决体 这是最初的挣扎 因为你过去背离决体太深了 最初的挣扎 你要挣扎过来 当你真正体会到 有决体的那种感觉时 你还会觉得挣扎吗 你会觉得挣扎多惭愧 我觉得挣扎 那就是背离决体 谁在决的挣扎 那才是念念供养决体 所以他不是修制得得心静 所以修制也不静 这句话也可以讲说 假如你真的放在修制的种种作态上面 有违的习气上面 那修制当下就是不静 这都不是 这个意思就是跟你讲 就是这个大决心 让你回头认识 都不是用众生之鉴中去思维计量的 那不是用众生之鉴思维计量 你说那法师我怎么下手 就是一切众生之鉴当下 你要明白 那都是绝 你不在众生之鉴上面去计量绝 你在现成的计量之中 知道都是绝 我明白都是绝 就看着现在的计量 不被如是计量所搅落 就是决心先前出 你不是拿计量在计量绝 在一些计量之中 你都知道 那既然是绝了 我何必在这个上面计量 还拿计量计量绝 所以从此以后 任何心中所起的计量 你自然心中甘心血息 那叫心形触灭 你已经知道是绝了 那一切计量就如同大海 起一个水泡 因为任何计量 都是绝海之中的一孽而已 那一个水泡而已 你如果拿大海的一粒的水泡 想要回头去渡量大海 绝无是处 你自然就会放下 那个水泡的旺心 狂想 你那个放下不叫断面 放下处你是明明白白 一切想法 所以那叫自信亲近 你明白这个决心 就是自信亲近处 所以那个自信亲近处 也不是用种种力量 种种造作 种种假名之中 所说的亲近 那是真正直下的担当 甚至于你能够担当到什么 担当到多维系 你知道吗 担当到你觉得有我 觉得那个我字 都知道你站在绝中看这一念 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的 你一定都知道我 但是就是你不知道绝 所以那个我才作怪 你知道那个绝 那个我 处处所觉的感觉的那个我 都是所我 在我上面你居然看到 就是绝体的作用 你当你在我上面看到 是绝体的作用 我的那个气氛就消邪 不是不知道 它的气氛势力就消邪 所以你会知道在什么因缘故 献种种我 什么因缘故有种种我 或许说你在一切因缘 当下好像收回来 又有一个我的感觉 但事实上这些我的感觉了 能被你觉得有我的 那都是所觉 能觉得那个我如何被觉 就是被你觉 所以你虽然觉得 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我能觉得 那个能我 那能我 你已经觉得我有一个能我 那个能我 已然叫做所我 不过那个所我的像中 献出一个能我的那个假名 你以为那叫能 所以你自然在能在所上面 你自然就不会随它流转 随它起能所 看到有我就知道是所 你那个我 这是根本不能拿 任何我中计量的 为什么你知道 不能拿任何我中计量 因为不能拿任何我中计量 所以它才能够随缘现种种我 我才能够明白种种随缘的我 因为我能够明白 种种随缘的种种我 所以我知道 我不能拿这些我来量我 我也不会拿我中 去断灭一切我 这种如是清楚一切我的人 他将来必断我之 他一定断我之 甚至于他也能够真正明白 一些诸法无我 一切感受上的 一切法中琐碎的我 我不立我 能立我的 是因为真正大我 才能够立种种我 没有那个大我 谁才能够立我 假如真正立那么多小我 我有那么多我 就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屈命 怎么可能吗 所以他同时可以现出 种种的感受中的我 那你会发现感受之中 所感受的我 它是根本不能立种种我 那能够立种种我的那个我 你也不能拿 你也不能够离开 这些种种我说 看到那个能力 但你也不能抓着那些 所觉得一切种种我 说那个大我 这个心中来回不断这样思维 来回不断的反复这样子 终于一天 你会在一切我之念头线前处 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知道 但你还是过去 那个我中的是你 不是 那你已经体会那个 常乐我尽的那个我 那个常乐 常乐我尽的我 所以你可以维系到这种程度 你那个我字 你都能够慢慢 你自己心中所起 那个我字 你都能看到决心的现前处 要不然的话 现在随你起一念 你虽然说绝 谁绝 我绝 那我又躲在前程 那又是种种所绝之中的那种 迷云 所以佛说灭内外人 就灭内外法的 真是他清楚内外 为什么能够灭内外 就是在佛中 在大绝之中 灭内外人 他所生的内 六世 灭内外 他根本就是他不是在内 不会在心中 在根本一体绝命中 还分内外 决心现前作用上 似有内外 当他明白这个似有内外时 所以造进内外处 他是根本不被内外 所有的一切 绝中的作用的这些现象 所迷惑的 叫灭内外人 灭是极灭 不被他这种过去 众生的直见所迷惑 但他还所生六世 六世就当然内外还在 但是你已经是灭 灭就是你根本 你照明内外的 根本实相 不能说他的假相 实相 实相就当然明白一切 现前所起的一切相 所生六世 明之为常 你真的在决心上面 看到了六世 叫做常法 为什么叫做常 过去在这个上面 你可能解释不清楚 为什么灭内外的人 或者正到决心 在生的六世 就是常 因而彼此生也就是常 那过去为什么 我们就是无常人 你现在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得出来吧 过去你是逐末说六世 现在你是灭内外的人 是站在根本的一切的头手之中说六世 能现六世的 你不能在将来他的六世 所现的末梢 种种种缘分的变化里面 说他是六世 他已经能够知道 种种缘分的变化 那个六世 但能现六世的那是什么 他从来不被任何变化所流转的六世 所以我常说 这个色身相为出法 在色上面 色你都还不能拿哪个色来说他 色性 色不是青 不是黄 不是青黄翅白 你也不能抓到哪一个色说他 你要抓到哪个色说他 青黄翅白都受流转 都受轮回 但是能够现一些色的 光一个色性来讲 他都不随一切青黄翅白的轮回轮回的 因为他不受一切青黄翅白的轮回轮回 所以青轮回了 黄再上来 他一样现色 黄 因缘变了 黑要上来 他一样现色 你光在法性上 你都会知道他也不受如是轮回 他的长法如是 性长如是 所以你在这个名识上 在六世上面名之为常 你才是真正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行者已然在如是绝体上 你所的用度 你的每个感受的用度 你不同凡夫老是瞩目 你能够担当一切用度当前 你已经站到头首 站到感受最初谁陷入是年头 的头首上来 所以他叫明之为常 以常故 明之为我 以能常故 叫做我 所以既然是常 叫明之为我 那你这个我在哪里看到 在看到现在 所有一切 因常所现的一切变化里面 那是我 那能够现 因常所现的变化 才能够感受那个常 常 它不是一个像 它因为它能够现 一切因缘变化中 才是常 所以那个我又在哪里 我就在那些缘起变化里 但我在缘起变化之中 你没有这个根本的我 你不会有那么多缘起变化的我 所以这个缘起变化的我中 根本无我 那在这个我中 若是没有这个缘起变化 你也找不到这个常我 找不到常我 你才发现这个我也不住 根本法中 连这个我中 常我也无住 没有一项可捉持 它没有缘起变化 这个我你也找不到 那缘起变化 自己根本不能够知我 因为有我故 才能够知道一些缘起变化的我 所以那个缘起变化也无我 所以因常故 所以叫我 有常我故 明之为乐 因为有常我故 你为什么知道那个常我 其实就是称性 决心就是如此 决心现前是 就是能够起成 如是常 跟种种 我中的感受 但是我中的感受 种种我中的感受时 你就能体会 一定有个大我的存在 那个大我是超 那个大我就是超越一切小我 因为为什么一定有大我的存在 为什么你就能感受到一个大我 因为你会发现 你绝对不是哪个小我 你要真正只是小我 就叫断面 你一定不知道小我 你才能骗之小我 骗之小我 你才会觉得多采多姿 站在多采多姿之中 你当然肯定 我不是种种我 种种我 虽然方便利我 但你不能抓到哪个种种我 你就直指他 执着他就是我 这是智慧 心中的智慧 所以有常我故 明知为乐 常我乐故 明知为敬 有常我乐 才明知为敬 那个敬就是心中 根本无然 但是必定成名的大 大照 明知为敬 敬你不能够单做无然讲 竟要当成名大照说 成名一定无然 大照说 原战之中根本无然 大照说 所以这里面讲常乐我尽 所以佛说 真我者是佛性义 就是佛性 这是大觉 根本就是真我 这是佛性义 那像我刚刚讲了 那么多解释 我是用凡夫的这种执见 来跟大家解释的 这种解释里面 你都能够感受到 你真正要是 慢慢去思维 决心中的作用时 你在这些事件众生 过去所执受的 一切事件的这种 那种攀缘的氛围里面 你好像真正能够慢慢 体会信中的作用 决心中的作用 决心就是如此 它能够献出种种我 因为在种种我中 你会发现 你不能拿着 着持 执着哪一种是我 所以在这不能着持 哪一种是我时 你就仿佛有个大我 那这个大我到底是谁 这个大我没有种种我 你也不会有知道大我 所以大我无我 那一切我没有大我 也不会献出一切我 就一切我无我 这个无我之中 却能够献出大我 跟一切小我 佛性 你天天在用 那你说你法师 你想这个道理 对我有什么帮助 听起来都快睡着了 睡着了 你当然就是 那将来就我我我我 而是没有睡着 你要是常常听的话 你自然而然 就会在现在所觉得 一切我执 我执 我受之中 你就不像一般凡夫 在这个上面说 刚强难断了 你念念归家 已经在思维决体 他当下消融啊 你用的是同样的生命 用的是同样的力量 但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抓起 抓捉到 一点点刀尖上的蜂蜜 对吧 一个是真正抓到 救度自信生死的绳索 完全是不一样 一个人这一生中 只是能够尝到 一点刀尖上的蜂蜜 那就可怜 你要不能够明白 这个道理是 你就永远就是外道思想 就是外道思想 所以你说 为什么在大圣佛教 老是判别人外道 大圣太狂妄了 不是大圣狂妄 是真的大圣要提醒你 你不要外道 不要背离心法去修嘛 背离心法去修 那你只能够什么 你只能够不断在那边 娓娓娓娓 可怜就是不断地在那边 绕那些歧途 然后你将来出家的名字 大概也只能取成 复原 奔赴老远 叫复原 流光 叫流的发光 到处流浪 发光 以前我帮一个居士取法号 他们常常笑我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女众学佛 男众很少 好不容易来一个男神菩萨 很想学佛 我帮她取个法号叫向远 第二天就向很远了 向远再也不见了 向远了 这是开玩笑 这意思就是告诉你 不要再绕趋途了 所以这里面的 懂得这个二居随顺时 是你真正就能够在 在什么 在决体上体会那个变化力 再来 若诸菩萨 以变化力 种种启用 资予致敬 后断烦恼 在这个变化力 当然不必再重述了 变化力就是担当 性体制中的根本的感通 根本的发体振化 是变化力 所以种种启用 启用者 善觉随顺 所以在启用当下 就是善觉随顺 叫种种启用 这个善觉 当然就是什么善 就是根本 佛性之中的能 性能故为善 站在性能中说善 不是那个善恶的善 是性中本来的妙能 善觉随顺 妙能 所以他能够 当然能够随顺 你给他黑来 他就现黑 你给他白 他就现白 随顺 但是你要知道 是大觉随顺 现黑现白 你当然不受黑白的势力 所以现黑现白又何妨 现黑现白 不受黑白的势力 你反而更能够解释 一切黑白的世间 是好 是恶的过患 种种或者是利益 你才能为众生 讲尽一切世间法 所以讲到这里 就有点像孟子讲的 认知出性本善 所以我常讲 孟子他根本都知道 是孟母三千的人 他绝对不会说 生下来那个性 就是善良的 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种 粗浅的解释 他是告诉你 性本善 所以那个善 是根本性中的能 儒家看到那个能 还是世间作用的 那个能 不是佛门之中 讲到 虽然同样讲到 这是性善 在佛门中 讲的那个性善 是看到根本本体的妙用 所以儒家看到 还是当前他入世的 在世间的 种种作用的那个能 那个作用的能 当然不会背离 本体的作用 所以他一定还有本体作用的 种种表象 种种 种种智慧的姿态 所以这个性能之中 你给他好的 他就善于善 你给他坏的 他就善于恶 所以他才符合孟母三千 你给他什么 他就善于什么 但这个性到底是什么 他数好数坏 这一面性能 他非善非恶 但他就是性善 他就是能 所以你给他造什么 他就善什么 所以他才能够讲到 性相近 习相远 狗不叫 性乃迁 假如真的是性 本来善还要教干嘛 人之主性本善 就不用教育了 狗不叫 性什么会迁 那下面叫多余 那讲到性能 假如你念念之间 你在世间法中 你知道这个性能 假如你不在法中 念念简择 你就 因为我们就是凡夫啊 你根本用不到那点心啊 所以你自然就发现 你的作用 智慧 就随着你每天 检测 亲近的气氛 就变化一个 不同的心态了 这性乃迁 所以这里 儒家都还是这样 讲到善了 所以讲到这里面 讲到 善觉随选 你要知道 这就是性中的 根本佛性的 妙能中的善 言之者 资于至尽 叫一生性变 利益的意 一生 深刻的身 性变 性中的变息 就叫变音菩萨章 所以前面 种种启用 资于至尽 就是善觉随顺 一生性变 性中 但是不能讲 变化的变 要性中的 变息的变 为什么要变息的变 因为就从这种启用当下 你能够不断的一生 深入 性中的变息 因为是性中的变息 才有整体的 现化的不同 最初一定是心里面 念念之间 如是在法中 深入时 心中念念在 道理上的变息 理路的变息 那个变息 我一定要用到变音的变 就是心里面 懂得那个道理 深入 因为有那个变音的变 所以你才能够 整体的呈现 你之所以能够 整体的变化的呈现 是因为 潜在意识 有个变音的变 不断的变息 深入 那为什么要用到 这个变 就因为用到那个 滋 滋生 用到滋 前面用到滋 你下面就知道 你心里面一定有 这个变息 叫滋于至尽 意思就是 你在变化力中 你会发现 有一个心中的作用 它是不断的 在滋生 一生 种种变息 它自然在变息之中 就起成种种 作用上的沟通 因为起成作用的沟通 所以它就会幻化成 另外的种种 性德的展现 叫做 滋于至尽 后段烦恼 后段烦恼 你竟然要 一生的性变 然后明白那个至尽 在那个心中 已经变息如是的至尽 心中的根本 在成名之中的 本来的不动 是在成名中说不动 所以叫至尽 连成名不动 都不必说 叫极灭 本来根本不必说的极灭 它会献出 能够献出一切 说事中的 有说有事中的成名 那叫至尽 这里面是在能够变化之中 能够体会这个至尽 所以它当然叫后段烦恼 那后段烦恼 是为什么叫做后段烦恼 当你能够真正变息 如是至尽时 你当然就能够什么 就在这个上面 你会发现 既然用到资 所以它就能够更能够深入 更能够资议 资议什么 能够更能够达到 悟性之尽 既然悟到性中的尽 知尽 悟性知尽 不是知尽 悟性知尽 还性知己 你明白性知尽 你明白性知尽 你就能够还性知己 这里面就不必在讲 那个文字之中去解释 你当你真正在心底参救时 就在心底上面 你体会那个性中的根本的至尽 那个成名 那成名之中当然就能够还性知己 为什么成名之中还性知己 因为我们必须是讲法 因为讲法之中 有很多怕做大家 因为在过去的声音中 虽然常常讲 为什么要重复 就是不断再提起来 让你明白 为什么在成名之中 在致敬当下 能够还入性中的极灭 因为成名处 就是它能够涌现一切变化处 因为明白变化处 才能体会它的成名处 所以你到底在哪里 你越说成名处 你越能够体会 你根本依法不住的极灭 那依法不住的极灭 那才能更明白成名 才能更明白变化 极极灭 极成名 极变化 有成名你才能够知道 因为成名就是变化处 才叫成名嘛 那变化 你成名处就是变化处 所以你不住成名 你看到变化 你看到变化 你才能更能够感受 那个成名的作用 那变化之中 是因为成名才能够变化的 你不住变化嘛 所以说的是成名致敬 正的就是后面 你在心底身边 后面真的是极灭 要后断烦恼 后正极灭 这样反复思维 你才能够慢慢把心 心思剖析 才能够剖析 你要不这样的剖析 将来你都还不知道 在哪里下手 还在那边用过去的之间 你怎么烦恼要断了 求诸佛菩萨保佑了 这种求就是委屈求 我求诸佛 十方诸佛 庇佑弟子 让弟子念念之间 能够圆满诸佛智慧 召见十方菩萨 一切智慧信德 那在剩下的烦恼 弟子自己担当 保佑你断烦恼 那你自己解决 那你自己要看 你证得什么样的 圣性 你不能叫佛来帮你 断烦恼 你知道是佛 烦恼就断 知道是绝 烦恼就断 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阿弥陀佛